好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比较多那些新手 他们比较想知道的东西就是在怎样在短时间里 赚起高的积分 因为有一些data就比如说我自己也是因为要避免那些新手互乱灌水的问题 要怎样在这边赚起高积分来观那些特定的data那边的楼 就最简单的一个地方就是用点评 比如说因为开始的时候点评基本上是没有伤害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你看那些这些东西这些是聊天区的 你就可以直接放谢谢分享 不放太多也是会不好意思啊 让你可以看到按这个点评 然后这边写谢谢分享 然后就按发布然后你就赚了一个积分了 ok 这里基本就是这样赚到啊就是这么简单 好另外当你累积足够的积分了之后 你就开自己的那个 要个个人传区 这个人传区就是 简单的一点就是啊 ok 这是我很少东西 然后 因为我有我记载下来 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比较快一点 嗯好比如说这里按下去 在个人传区那边等下我会在 在第几篇呢 在第四篇那边讲解 不是星期的这这天 啊拍摄就是对了啦 所以这边你就 啊开 看到一个个人传区这里 或者这里按上去 这个也是可以看你喜欢哪个位置啊 所以没直接发帖 但是一个人只允许开一个 不然的话版主有权去删除掉或者 就是合并一起啊 然后 开了之后 你就可以 自己 当自己是灌水路也可以 或者是 另外一个就是去聊天区那边 聊天专区这边根本就是给你那边 啊快快灌水的地方啊 你可以随便那边讲话都不用紧了 啊 马币几时会真的跌破 USD一块这些也是 什么啊 啊总之是聊天区的 基本上没有看那些眼镜灌水那些是 吹水不灌水 这个是很分 分别一些吹水所有吹水就是好像聊天这样罢了 很多人不知道 直放意思就是放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就烂用了变成灌水了 这个就是好人定义 就你看到这些是666全部就是行的 然后 基本上在一天里面你可以 拿200几分是没有问题的啦 这个就是在短时间里面 赚到累积高的几分 5天里面就 可以上1000了 然后 10天就2000 这个看你要不要这样做啦 因为这里现在已经是换了很多东西了 他们 已经 这动态已经做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这些东西就 用点评方式啊 这些干涉这些啊 用点评的方式至少 不会 这么容易给人家讲不好 这个是没有打啊阻碍着 这里也是算是聊天 这样 或是什么分享的 如果你霸占人家啊 这些你看这些就是 是聊天不是关水 放一个谢谢分享 他就讲 干什么谢谢分享 但是 就无人家那些 一些人就不太喜欢啦 所以这些看 最好的就是 放回 用点评的方式来回复 谢谢分享 好了 啊 这个就是 最新的 赚取高几分的方法 所以我已经 讲解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用点评 第二个 点评足够了之后就用那个 啊开自己个人赚取那边然后你自己的 聊天之类的 但是不 900 såoser 也是会中的 因为盘 игра 盘啊盘 论坛的規则那边已经讲清楚了 第3个就是 去聊天区那边聊天区那边 哇那边就很多了 可以去那边 你看聊天专区 这里基本上是水田很中一下 你可以看到到287个 狂搞一下一些是特别一点啦 嗯 就 就是这样这三个方法就是最快 提升你的那个积分 因为积分那边是有看那个 你的用户 用户越高男士越好啊 最高以前是元老 现在不是元老了 还有分很多种用户 用户组 可以看到这里 有些普通用户组啊 7个啊 主动员 新手上路啊 注册员啊 一路到白金元老 是我下个阶级 最大是传奇啊 现在是团结论坛加信台的 目前还没有 有人到这个程度 嗯 就到此为止的